飯粒 吸飽單一 加上辣肉 蝦仁 從滑快炒 粒粒分明 吸引不少老頭上門 卻被網友點名 一盤炒飯三百元太貴 仔細一看 菜單上最便宜的炒飯 也要一百八十元先起討論 有人很酸 三百元想避油撒金粉 這價格倒不如吃頂太風 有網友換家 不合理就別買 人家有強迫你嗎 我覺得 小貴 就是一般人不會買 一百塊以內就是OK的 如果要我花那麼多的話 讓我去吃頂太風 而接著也實際來到網友點名 位在新滿町的老字號港市餐廳 來看看三百塊錢炒飯值不值得 開店二十六年 這盤揚州炒飯 也從開店時的兩百八十元 漲到三百元 如今再漲到三百一十塊 與頂太風同價位的 蝦仁炒飯比一比 無論是飯量或配料似乎都比較多 這個飯量對於我 我們一般而言會有點多 我覺得是還好 因為它料也算多 然後也算分量算大 你當當四個人可以一起吃 尤其是女孩子吃得那麼少 疫情加上高通膨是非常厲害的 二十幾年才調到二三十塊合理吧 不斷飆漲的原物料仍是成本與租金 讓創辦人出面喊冤 央行最新也預測 2022年CPI年增率百分之二點九五 離通膨警艦線百分之二 仍有斷距離 高通膨讓小老百姓勒緊互戴 對價格更加敏感 三菱七位女士 陳倫夫子一台北報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